這是客人送我的一本書 叫做《生命運動》 那其實我已經大概看了三本句 其中有一段話我覺得很有意義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它告訴我們呢 其實人生沒有什麼過不了的關 那人生本來就是一個很困難 那你要把每一個今天 當初是你的生命中的最後一天去過 你就會過得很開心 所以我現在每一天都過得很開心 因為每一個人都不知道 這是什麼時候會走 那等你要走的時候 你可能有很多事情來不及做 所以你就把每一天當做是 生命中可能的 是你的最後一天 去把握它每一分鐘 然後很充實地過 謝謝 你願不願意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為什麼會 那個 看到這樣的一個跑道 因為我之前其實本來也是很正常的上班族 一直都是在 所以公司好好上班 那因為過年前有點不順遂 就是被公司支欠 那 我那時候覺得心裡很難接受 因為是當天中午通知 下午就離開 那公司也說它不會欠你任何一毛錢 可是我覺得我在意的不是那個 感谢观看